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人民网台节目 哲理中环 我们是今集 继续跟叶白梁先生 讨论关于 与你分析的问题 我们会讲 李千明先生的与你分析 的讲法 上次我们就做了一个 introduction 主要就是介绍了李先生的与你分析 以及一些 我们跟李先生 交往的一些事迹 我们今集就正式开始了 就会讲李先生的与你分析 或者我讲几句 所谓与你分析这件事 讲几句 虽然主要都是叶达良卿 他讲的 与你分析其实是 现在所谓思考方法 其中的一个部门 我可以用这些名字 因为商考方法 今天都其实很受到李先生影响 据我所知 在学界讲 就是商考方法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是 在中大我们都讲过 就是商考方法 通常分成四大部门 这四大部门分别是 与你分析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 和谋误否释 这个就是所谓思考方法的 四大部门 但是这些事迹 就我所知全部都是来自李先生的 但是香港很多人 就我所知 都是这样说 就是商考方法的 其中一个部门就是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专辑讲的与你分析 或者谋平可以开始讲一讲 例如李先生的与你分析 你自己怎样去理解 两下 好 好 好 多谢阿居平兄的 道论引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 开始讲述李先生的与你分析 特别就是 他这个 语言陷阱的学说 他的语害的学说 好了 刚才阿居平都提到 在李先生的 爬梳 整理之下 语气分析 分了做几个环节 这几个环节也有个刺帝 刚才阿居平提到四个环节 也讲了刺帝 再做一个小小补充 再加上创意思考 就会构成五个环节 就是创意策略 刚才阿居平的讲述 非常正确 刺帝方面 就是李先生的 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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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与你分析,谋误,谋误,谋误,逻辑,科学法道,创意策略 1-4属于批判知考角度,5属于所谓创意知考 以下这几节目的几讲集中在与你分析 我提到李先生本人的学问,讲学,学术活动 都有一个从早年到后期的从学院内走则学院外的过程 早期的代表著作《与你分析的思考方法》是一本相对而言有学术上,学术器的作品 里面仍然是缓引分析哲学里面的分析综合区分 也有在数珠,特别是逻辑实经论,逻辑经验论的意义判准等等 而到后期,李天命的思考方法,《哲导行者》这两本代表作里面所表示的 《与你分析的学术》就进行脱落这个学术商,这个是学术器的 不如先很简单讲讲《与你分析是什么》 接着我们进入李先生的早期和后期学书 在这一集恐怕先简单介绍到早期学书 《与你分析》,如果我们用李先生的早期作品《与你分析的思考方法》 倒不如这里就读完句出来 《与你分析》,所谓《与你分析》初步地说就是 开括稿 澄清主要用语的意识,辨明关键论点的义理,由此着手去分析问题 生括好的一种思考的方法 这些说法和后期的作品 在《李天命的思考艺术和制度行者》里面表达的意思都相差无几 在这两本作品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太过斟酌之志 不需要缓引原文 《与你分析》基本上和我刚才读出来的早期作品 《与你分析》的思考方法都差不多 大致上《与你分析》是如此一种分析工作 就是澄清言论或延迟的意思意义 功效使得我们的思考明白清晰 在这里,《与你分析》的理论底句 很简单,用李先生的说法 澄清先于判断,意义先于真假 这个估计就是《与你分析》或相应教批判思考 教思考方法的朋友和同事都会知道 这个意思也是不难理解的 面对一句句子,譬如我们有这个句子 思考方法无用,或者面对一个问题 思考方法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面对一个句子,我们要判断这个句子 真或假,譬如刚才这个例子 思考方法无用,这个句子究竟是真或假 我们要判断真或假之前 我们要先问这个句子的意思 本来就是关键与词意思 在这个句子里面暂时 思考方法,我们姑且认为在意义上 不任何争议,关键与词就是有用无用 怎样叫有用,怎样叫无用 或者刚才的问题,思考方法有什么用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什么用? 或者思考方法有没有用 这个关键与语词也是有用无用 这个所谓的澄清先于判断 我们无论对一些言词 这套言词就是用李先生放宽的说法 可以是一个字,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片语 也可以是一个语句,或者是一段语句 后来李先生应该在里天命的语学艺术 在测度行者里面用了言词 这个术语去表述,所指为刚才所说的语言单位 这个所谓的澄清思义判断 我想它的意思都很简单 刚才他说思考方法有用或者无用 其实我们要判断真、假之前 我们才澄清这句语句的意思 特别是关键与语有用或者无用的意思 又或者问题是思考方法有没有用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它有或者无 或者思考方法有什么用 它的诵事什么之前 我们要澄清这个问题的意思 特别是关键语有用或者无用的意思 所以李先生的说法是澄清先于判断 这就是就着我们思考者说或者的动作 而就着我们的动作所指向的项目说 就是意语先于真、假 也就是用刚才那句语句 或者刚才的问题 思考方法无用 这句话是真是假 不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这句话是有没有意思 意思是什么 思考方法有没有用 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问题 它最基本不是这个问题 它的答案是真还是假 或者吸引了问题的答案 答案是真、假 而是这个问题的意思 好了 这个就是语理分析 我想这点应该都很明白清楚 不需要再详细解释 是 就话说我讲一讲 我自己都 其实我自己都很有兴趣 就是语理分析和逻辑 以及教都教了十几十次了 就是在大专、在大学 或者在外面的下国庭部 那么你先生的语理分析 在香港是最 top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是全国最劲的一种 对于语理分析的讨论 我讲一般 可能有些角度 也看到李先生可能有些不足 或者可以 不要叫做不足 或者有限制 可以有些补充 那么我就从这个角度 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语理分析 还可以有些东西补充一下 那语理分析呢 就是补充了什么呢 剛才雖然葉達良卿對於語理分析 跟李珊的意思都講得很清楚 但我覺得可以補充一點 語理分析可以再分詞理分析和據理分析 要搞清楚 你講詞的分析和據理分析 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搞清楚 可能更加釐清到語理分析做的工作 是做甚麼 即是釐清的詞和另一句話是不同的 雖然都是一種釐清 例如一個詞 它著重就是分虛詞實詞 虛詞就是主要講語法 即是邏輸語法最重要就是量詞和系詞 這些不是自恩對象 即是所有有詞這些不是一個對象 或者是不是一個對象 在語法上的意義 剛才講的是邏輸 當然加上日常語法 還有很多虛詞的意義 這是一方面 第二就是實詞 實詞是講對象 所以要澄清些甚麼呢 肯定又不是在澄清邏輸句法上的詞的意思 一般語氣分析就是著重 在講對象的詞 究竟指甚麼對象呢 當然要澄清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是邏輸方面 就放在邏輸方法講的 通常是 所以這些方面可以澄清的是 在講詞的時候 主要是實詞 不是虛詞 而實詞是指指涉對象那些 另外 就是據理分析 我自己用了 據理分析 詞理分析和據理分析 據理分析也有不同 因為據理分析它不是指一個對象 而是指一個事實 所以在澄清一個語句 指甚麼事實的時候 有些要求和據理分析是不同的 譬如有些甚麼是不同的 就是要分出句的用法 譬如我們在邏輸上 或者有些方法 講那個要分析一個句 成真一個句的意思 我們主要是分析一些陳述句 因為那些陳述句 才是在講詞實的 不是陳述句 譬如有些是我們叫做 叫做導引語句 導引語句 即是表達開門 要有一句話引起一些動作 那些就不是我們一般語句分析要澄清的東西 或者是歧視句的命令 別人做甚麼做物的那些 那些又是 即是做一些命令 那些又不是表達事實 所以有時 語句分析這裡可以補充 就是可以再這樣分 即是我們一個詞的澄清 一個語句的澄清 這個的確是意義為止 因為了解了這些東西 才進一步就是看他們有沒有所指 所以剛才你用李先生的說法 就是澄清了意義再看真假 這是在講據理分析 如果跟詞理分析講 就不是講真假 因為一個詞沒有所謂真假 就是有無止蝕 所以是兩種不同的分析 我想補充一下 好多謝阿貴表兄的補充 我們基本上是同意阿貴表兄的補充 這個畢竟與理分析 和邏輯分析 就是屬於李先生的爬梳 整理之下 屬於兩個不同的思考方法的環節 語理分析最基本 就是有這個邏輯 用李先生的講法邏輯技巧 包括我們不一定要自身具著 合名再次的邏輯分析 無論詞和句 都有語理分析 亦都有邏輯分析 沒錯 無論從詞和句上面 我們做語理分析和邏輯分析不同 邏輯分析 如果我在句子上面 就是分析句子的增加條件 譬如P or not P P或非P 這個句式上就是必然其真 P and not P P 及非P 邏輯分析就是必然其假 這就是句子上講 詞組上講也當然可以 一個詞組譬如方德元 這個我們可以用邏輯分析去講出 這個詞本身是自出矛盾等等 這些不屬於語理分析 這些分析就是屬於邏輯分析 這個就不論從語詞上 從語句上 都可以辨認到語理分析和邏輯分析 這一點也好同意貴賓的補充 在語理分析上也沒錯 剛才貴賓提到 用貴賓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據理分析 第一個就是詞的分析 沒錯 因為詞來講暫時未及得上真假 詞就是指涉實物 句子就是事實 這裏可以稍為放寬一點 因為有些句子就不一定是指涉所謂的事實 譬如道印、歧視、疑問異句 沒錯 那些就是沒有真假直句句子 我們就講一些有真假直句子 有真假直句子 這裏可能再細分一點 有些真假直句子 本身也未必是一個所謂合意的事實 譬如一階一階一階二的句句子 那些邏輯那邊 可以分析語句 那些也是邏輯分析 如果到了這裏就會太細部 如果這個究竟是一階一階二 是否屬於邏輯範圍 或者我們這樣講 譬如公正是什麽 正義是什麽 正義是什麽 正義是什麽等等 譬如這些句子 是否一種合意標準意思的事實 恐怕是可以斟酌的 可以討論的 也相熱言 譬如公正、公平、正義 英文說justice 這個詞究竟是否一個所謂的詞 是指稱實物 恐怕是可以再斟酌 不過這個影片倒閉 這一點我考慮 我們是君子求同傳義 我們今天的演講 如果今天這個節目 如果帶入了討論這個詞詞 究竟有意識的詞詞 是否指實物 或者有真假值的詞句 語句的陳述句 是否指稱事實 恐怕就是進入了詞討論 我們求同傳義 不要緊 那倒不如就 但基本上 這個影片的補充 就提醒了我們 語理分析和邏輸分析不同 並且可以再細分辭 詞理和據理 都可以做語理分析 好 多謝這個影片補充 我們就簡單交代了 這個語理分析的基本想法 或者開始講述 這下是李先生的語理分析的具體學說 李先生在早期的作品 《語理分析的詞考方法》裡面 提供了學說 叫做《語言的陷阱》 而在晚期的作品 李天命的詞考藝術 《哲讀行者》 改為提供了《語害學書》 有一個所謂三害架構 這個早期學說 就是所謂語言陷阱的學說 這裏再次我引用李先生的原文 李先生要如此去界定或規定 《語言的陷阱》 某些語詞 故圖 即字詞 編語 或句子 辛苦 或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 是特別容易誤導混淆 或防害思想之正確運作的 讓我們將這類語詞 或使用語詞的方式 稱為語言的陷阱 好了,這裏先做一個按語 李先生在這裏 在這個界定對語言陷阱的界定和規定裏面 將語言陷阱界定為 是涉及兩類的東西 一類就是語詞 一類就是使用語詞的方式 某些語詞 或者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 是… 是如此… 我們稱之為語言陷阱 我看到這裏有兩個層次 語詞 就是語詞的意思 語詞的意義 如果我們一般講法 對應的屬於語義 再做一個小小的按語 但無雙大雅也無關雲子 就是對語義這個詞的使用 我們一般通行的中文 香港式的中文都用語義 但我個人覺得可能用語義 就是意義的第二個詞是意義 之外是何解 我們的動詞就是意惠 一個人用語詞是意惠的內容 也可以說人用意想的內容 動詞就是意惠 意想 而意惠所意惠者 所謂所意惠者 就是意識 就是意義 這裏應該是中文叫偏義複詞 其實我們也說意識 或者意義 但是意識 是落在意識 是落在意義上 我講得簡單一點 意惠就是一個動作 所意惠者就是這個動作所意惠的東西 所以那個應該是所意 應該稱之為是 意識的事 稱之為意 意義的意 我個人覺得講語義 進一步語義學 就更好的 不過這裏我們不要做 是糾纏一些細節 我在這個節目裏 都是重種重續 都是用意義裏第一個字 語義 這裏說 某些語詞 是語詞 以語詞 稱為語言的陷阱 這裏就是語詞的意義 這裏屬於語義的層次 某些語詞的使用方式 或者某些使用語詞的方式 這裏就是指使用 不是語詞的意義 而是指使用語詞 這裏我可以說是語用 我們見到其實李先生在這裏 就把兩個層次的東西放在一起 這個語言陷阱 有些是涉及語義 有些涉及語用 李先生列了六種語言陷阱 是缺義、其義、行運、著色、實化、癖 我們稍為講解一下 用李先生本人的例子 稍為簡單講解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就是缺義 缺義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語詞 或者一個言詞 用李先生後來講法 它是從語法角度行量是完整的 我們叫做缺義 我們可以見到這個缺義 是剛才我們在李先生對語言陷阱的界定裏面 所表示的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語義、一個語用 這裏屬於語義層次 譬如我在辦公室門口貼個字條 我兩小時後回來 我兩小時後回來 這句語句本身 就是從語法角度行量口裏 是完整的 是完整句子來的 我兩小時後回來 但問題是 當學生去我的辦公室找我 在我的辦公室門口見到這個字條 我兩小時後回來 其實學生能否從這句子 知道是我何時回來呢 就不知道的 因為沒有提供到 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是幾點鐘 是何時何分寫的 我要提出 要寫出我何時何分寫這句話 才可以知道 所謂兩小時後回來 就是具體的準確時間 是何時回來 這些都是所謂的 從語法角度行量是完整的 但從語義角度行量是不完整的 即是意事不完整 李先生稱之為缺義 我們可以再舉一些例子 我想補充一下 譬如語法的完整 以及語意的完整 譬如語法的完整 有主持所說的人或事物 是甚麼事 或是做甚麼事等等 即是論為他 這就叫為為遲 所以如果一句語句 有主有為 或者即使沒有主為也好 就是在一般我們了解到他的主為 譬如剛才說在門口寫我幾小時回來 可能如果我只能不能寫 即是辦公室 如果接張室說兩小時回來 通常都在這個物落 我們當完整 即是我寫兩小時回來 那語法就完整 因為有主持有維持 就是剛才說 一般說是完整語句的意思 但也提到 語法是完整 但是意義不完整 就像剛才葉拼說的 甚麼時候開始貼這張東西 甚麼時候開始回 才叫做兩小時回來 單單這句說話 雖然語法是完整 但是意義是不完整 仍然都不知道是何時回來 而這個何時呢 就跟他講 整個句子所講的事實 我們不了解 那我還有一點補充 好 葉拼這裏有甚麼看法 好 多謝各位葉拼的補充 完全認同 以下我們再舉 或者舉一兩個例子 不僅僅是決議的 以下的五項 我們都會舉一個例子 有些例子是來自李先生本人的著作 是李先生的例子 有些基本上是參考李先生的例子 再是斟酌做出來的例子 譬如我們有一句話 香港現在減息為階 香港現在減息為階 我們咒耳聽下去沒有問題 那就何解 這句說話 就與法國度衡量 就與法國度考慮完整 一個完整句子來的 香港現在減息為階 但從與這角度去衡量 去考慮是否完整 我們就可以問了 所謂違階 即是好 對誰好 香港現在減息為階 就是對誰為階 對誰好 是對政府好 對市民好 對雇主好 對雇員好 我們可以問一個 Expect方面 另外我們可以問 就著什麼事情 就著什麼事情 為階 就著什麼事情 為好 就著促進工商投資 是好 或者就著 抑制通貨膨脹 是好 原句 香港現在減息為階 裏面是沒有表示出來的 這些句子 是一個李先生所謂的 缺义的例子 就是語意法上 是完整的 但是語意上 其實是殘缺的 不完整的 相信 這個意思也不太難了解 讀者朋友也可以了解 不知貴邊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就講述第二個 這個所謂語言陷政 其二 其二 就是一個言詞 它有多於一個 至少兩個 至少兩個 明白清晰明識的意思意義 沒有為之其二 如果真的要技術狀細分 我們還可以分為與意其二 這個意思就是 憑著與意 意事意義來構成其二 稱之為與意其二 譬如同志 同志就是本意 是志同道合者 但恐怕如果你們現在問我們時下年輕人 反而現在可能變成同性戀者同志 反而現在可能變成同性戀者同志 這些都是一個與意其二的例子 與意其二的例子 講完 我們可以講與意法其二的例子 這些也經常都有的 就是路不通行 不得在此小便 我這樣說法的時候 斷句斷了就是路不通行 鬥號 不得在此小便 但是他應該都知道 我們可以有另外的斷句方式 就是路不通 那就鬥號 行不得 又鬥號 在此小便 這些就是與法 是憑借著與法而構成的其二 才是與法其二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負在母先亡 究竟是誰先亡 是負先亡還是母先亡 不同的斷句方式 就有不同 我們一口氣地讀 父在母先亡 很自然的理解 就是口通信的理解 就是父親 早過母親去世 但如果父在 就鬥號 斷一斷句 就不母先亡 那就很明顯 就是母親 在父親之前去世 這些都是與法其二的例子 或者你補充一下 你說的例子 就是一些風水佬 最喜歡騙人的手段 兩種都對的 因為它是要預測一些東西 才可以準 所以誰先亡 剛才的說話 它是贏彈的 因為父親亡才有 母親亡才有 斷句不同 就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用這些伎倆去騙人 可以說 沒錯 貴賓好 多謝各位兄做了一個 有趣的暗語做補充 希望大家不會遇到這些 算命先生 對於李先生來說 他認為語言陷阱的意思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決議 或者現在說的奇異 或者以下我們說的另外的四項 這些就是根據剛才的定義 會特別容易誤導混淆 妨礙思想之正確運作 OK 這裡李先生還有一些例子 我們也可以構造一些 從李先生的例子裡 啟發構造一些例子出來 或者想起一件事 不好意思 打斷你做一些補充 好 那個奇異 其實也可以分開 句和詞的分別 一個詞的奇異 和一個句的奇異 可能有注意一些地方不同 譬如剛才你說的那個 部署母先亡也好 路不通行 那個 那個就在句那裡 純粹是句法 那個其實就是標點符號 這樣 可以純認識去有奇異 但是一個語詞來講 就是那個奇異 就是通常去指涉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時分開 不過我就沒有做一些豐富 可能有些重要的做法 不同都不頂 不過可以補充 你可以多些從詞和句的奇異不同 去想想怎樣去修正奇異 或者怎樣令奇異 不影響不妨礙他們 做一些比較準確清晰的思考 好 好多謝貴貝兄的補充 我們或者舉一些語意其異和語法其異的例子 譬如有一個語意其異的例子 他有很多問題 可見他很有問題 這段說話 似乎從他有很多問題 這個句句子 就視之為提供理據 去支持他的一個說法 就是他很有問題 他有很多問題 是否構成一個理由去支持他很有問題 其實這兩句話裡面 分別的問題這個詞 就出現了兩次 但是我們稍微仔細想 我們稍微想一想 第一個句子出現的問題 他有很多問題 這個時候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一般標準以示的 用語言拯救出來 用一個問號結束的語句單位 可見他很有問題 但這個第二句出現的很有問題 就不是說是一個語言單位 用一個問號結束的語言單位 這個就很有問題 就指這個人本身 可能有很多是困難 有很多是奇怪 不規範 不標準的狀況等等 這個也是一個語意其意 就是一句 在一個語言默落裡面 在一個言詞裡面 這個言詞包括了兩句語句 分別出現兩次問題的詞 就有不同的意思了 你用剛才那個例子 我經常說女兒是問題笑女的 因為她有很多問題 那時候我經常笑她 有很多問題 我們笑多好 用一些語意的奇異 沒錯 因為今集的時間問題 我們就停在這裏 我們下一集 繼續和大家討論 李天明先生的思考方法 OK 我們到這裏為止 拜拜